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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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的舞蹈 是太自然 太丝滑 融入得太好了 所以就完全可以让我沉迷在他们讲的故事里头 然后再被他们的一些舞蹈设置的细节 只要传传传手 还有 跟着那个音效走得 一步一步的感染 故事 音乐 故事 音乐 舞蹈 因为仙当代舞 他不只是肢体上的 只要做到A到B的动作就好了 是停不下来的 他们的动作 而且他的表情 他的投入感 一直在 好的 四位队长 大师团的三位代表 可以开始打分了 现场的一百位评委 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出您手中的绿色毛巾 三 二 一 这真的很厉害 太得劲了 我们必须全票 好 工作人员上台机票 这个好厉害 这个作品主题是什么 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因为本来他们跟我说 就是在表演前 一定要用一句话 来表达你的作品 是 本来都已经想好了 但是到刚刚上台前的最后一刻 我突然觉得 舞蹈不就是没有语言的吗 如果我把这句话告诉你们了 你们在看我们的作品的时候 可能这句话的第一印象 已经给到你们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作品 是不是 一起刚结婚的时候都会好 原本他是有很温柔的那一面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也有一些暴力的成分在 这个好会被磨掉了 那一段放了大提琴的音乐 然后祝介金老师的表情 和整个肢体表达得太能感受到 从女性的视角 她是舍不得放弃原有的这个爱情 是这种情绪的两个穿插者 我觉得就算没有这些道具 你们故事讲得太清楚了 而且音乐的 包括那个一打开门的一个效果 每一个效果声音也是抓得很紧 情绪和表达都很完美 我感觉像是三个人 因为女生是被拖进来的 像是被欺负了 我感觉像是一个外面人的视角 当发生了一些故事之后 女生虽然是在抱着迪克恩 但是她的手是在求助的 是摸着迪克恩的 到了最后 女生可能是妥协了 然后告诉了迪克恩 我感觉好 我是这么 弟弟也是好 弟弟也是好 就比如说她的亲弟弟 看到她在跟她的家庭里面 穿揉争吵 想帮助她 你怎么在说还是 对 不要了 对 我刚刚一看的时候 想像是 Ziko是她以前的 但是子确的丈夫 然后她一直在守护她 这种感觉 她一直在守护她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像是三个人 最开始我分眼的是 就像《一千个人的哈姆雷特》一样 我觉得就是作品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当两分钟结束以后 它会引发很多 同频共争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这是我觉得最刺激的地方 最好玩的地方 那最开始是怎么创意到 要做这样一个作品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会面对爱情 婚姻 家庭 两性关系 这些社会性的话题 那是否我们可以借这个舞台 艺术化的表达 去深挖一些 比较冰冷的 比较残酷的现实 如果说 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意识到了 感受到了 也许正在面临着 困境的一些女性 是否能够试着 找到一些 走出困境的这个方向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这些道具 他们都是房间里面的 我觉得最日常的这些家具 但是他们又是一种很失控的 倾斜的 颠倒的 脱离了地心引力 好像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家 但是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却是一个永远都无法逃脱的牢笼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房间 但是我希望你们和我们的房间 都是满满的 落地的 有温度 有光亮的房间 我很喜欢你们的勇敢 对于想要表达这个主题 也希望不管是任何年纪的 如果是在一个没那么愉快的情况 其实是有一个门是可以打开 可以出去的 一定要取求帮忙 对 尽量不要太多的 让女性有大声的说弄 生活还是有温度的 然后一定要多多爱自己 对 好的作品像一面镜子 它可以召见你的生活 然后可以召见你所向往的东西 或你想要摆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作品完美地 做到了这一点 抛开剧情在弹舞蹈的话 真的三个人太丝滑了 感觉在上面就是飘的感觉 包括那种托举的动作 都是那么的轻飘飘的 每个人的动作都是非常统一的 感觉也是统一的 融合得太好了 真的 看不出Dickens是 他们是跳HipHop的 我觉得Dickens之前的作品 是比较渴望不可及的感觉吧 但是这一次其实注入了一些 比较细腻的一些情感的部分 加上朱杰静老师加入 其实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把这个舞台点活了的感觉 这一次Dickens的作品 其实很多的卡音效的方式 其实都是用现代舞的 一些技巧去完成的 有一个Z 其实是朱杰静老师用下1字的方式 还有三到四排的角的动作 卡到了那个音乐 我觉得那个卡点是很高级的 其实都用很多身体的一些细节 他们这不光只有技巧 有老师的加入之后 会让整个作品有了温度 那我们看看大师团 补补他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好啊 啊 Balance why because 因為,有時候, 是太多的主題 而不是太多的主題 而現在,我沒有看過別的差別 男人在同樣的層次 所以,這就是非常好 完全的表現 全部正確 我沒有什麼不好說 我開始有點害怕 因為我知道他們做的 我怕會有慢的 但又沒有驚訝 可能有些人会疲惧 但在最后你会再次骗我 大厉害 谢谢 但我最好 好 那我们Zico跟祝杰合作 感受怎么样 呃 yeah actually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she did it really great she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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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a lot of emotions it's gonna be crazy to dance with her because I learned many things I learned the way uh be on stage even face but it's one more easy for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o lead her and this stuff it was more difficult for him and it was easy for me to be the shadow of Dickens also because I'm always the shadow of Dickens in the life I mean I'm his shadow he's my shadow sometimes so it's easy actually for m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do this kind of performance to be a bad husband for me it was really really hard no I'm not a bad guy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used to play a character I just do battles so because I don't want to you know he said you can't sing with h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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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s okay then 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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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lways like watch me if I put if I just drop it I just I just go I don't want to like go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want to like a soft way yeah but it's cool because I like to try new things and I know that can help me for next round or next things you know that 朱姐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在我们这个环节 其实跟很多接鼓者合作过了 这次跟他们两位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其实我是来学习的 我觉得他们身上有天赋的东西 有灵性的这个东西 更重要的是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一种舞蹈与会 我每天晚上回去睡觉 我脑袋都很多个圈圈 因为他们一直在这样 就不停地在套圈圈 其实在我曾经 我认为这个动作不那么舞蹈 但是他们把某一个小点做到极致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 连环的一个效果 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 所以很过瘾 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的这个 创作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纯粹 好的 谢谢朱姐和Zikens带来这个作品 谢谢 把舞台交给你们的对手 接下来登场的是马东杰队 马东杰 白马逊 而他们的搭档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副教授苏鹏 马东杰应该压力蛮大的 我老想看苏鹏那个作品 他去年那个作品我就爱惨了 我也看了去年苏鹏老师和叶音还有杨凯他们的那个作品 就是真的很震撼 就觉得苏鹏老师真的太牛了 整体的故事情节就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他要过一次生日 但是内心当中有一个人 不想让他过这个生日 内心当中又有一个人 是想要让他过这个生日 整体上就是我们内心 当中的两个自我和现实自我的 纠缠 游戏 和解 大概是这个意思 今年觉得相比去年戏剧性偏强 人物感偏强 那么就想着 我们稍微的开放一点 让观众更能参与进来了 比赛准备的还顺利吗 还有几个动作再打磨一下 我给你拿了瓶康师傅无糖冰红茶 休息一会再练吧 冰过的喝起来就是爽 酸甜琳卡冰爽一人真好喝 柠檬味也够清爽 果然无糖无负担 喝起来一样痛快 继续练起来 到时候我一定乍翻全场 这个我干嘛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今天会发生什么呢 请欣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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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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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一百位评审 如果您喜欢这个作品 请在我倒数之后 投上您手中的黄色毛巾 三 二 一 工作人员想来几票 好的 还是先让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这个作品吧 整体上这个作品设计初衷 想设计一个开放式的结构 给观众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比如说我们一个倒置的沙发 奇怪的面具 突发的生日蛋糕 还有一个突变的情绪 这几个东西汇聚在一起 我们想其实有一个表达的主题 就是一个荒诞的一个心态 我觉得荒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今天可能成为百万富翁 明天也可能一贫如洗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在这个没有理由的世界中 去行走自己的生命呢 可能就要保持一颗荒诞的心 这也是我们想拿这个作品的 跟各位观众沟通的一个桥梁吧 荒诞 尼浩 谢谢 来 司会队长看后感觉如何呢 虽然老实说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就是发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感觉我又可以以另一种方式 好像能把这个故事给串联起来 可能三个人是一个老人的状态开始 那突然花风一变 变成了汽车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 时光机的一个汽车 然后回到了 比如说年轻一点的时候 吃这个蛋糕 就或者是三个人年纪大了 想去完成一些心愿 都有可能 于欣 我之前就有看过苏鹏老师的 上一集应该是和杨凯哥 还有叶音哥有一个这样的作品 然后这一次其实有一点点延续 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方向 我觉得这一次是 我觉得这个沙发 其实它是一个经常作品里面 都会用到的一个常规的道具 但是你们把它运用的很不常规 是挺难得的 刚开始是三个人 其实都是围绕着沙发 去完成一些画面的 把沙发最后再倒过来 人再翻到前面 然后最后会有蜡烛的出现 其实整个的道具使用 画面的丰富性 整个舞台的动线是非常丰富的 我很喜欢他们这个作品 对空间的利用 而且像苏鹏老师最开始一下 用倒立的方式躺在那个沙发上 你不觉得很像上帝视角吗 然后呢 跳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沙发再转 转的时候 白马星又上到那个沙发上 然后又打破了一个空间 然后马东杰又出现 又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视角 他用了一个沙发和他们的编排的形式 让我们的视角主动在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表现形式 我请一位和苏鹏老师也合作过的大师 叶师傅 感觉如何 我感受到有一种是 一个老头的三重人格 然后包括到最后 发现孟醒来 原来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这种感觉 也是我从上一次跟苏鹏老师合作下来 我感受到就是 现当代舞的魅力就是 它可以有很多的 就是解读 它可以不用去说清一个具体的故事 但是每一个人看有每一个人的理解 这个其实开放式结构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们的结果 就是编导表演者和观众 共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结果 我看你怎么看 就是相当于看观看者的解读 也算是创作的一部分 对 好的 我们请回Ziko Dickens 请他们来到舞台上 公布答案了 公布答案了 接下来公布两组的成绩 Ziko Dickens 李承轩队长96分 刘雨昕队长97分 王毅博队长100分 韩庞队长100分 大师团评分291分 好 现场评审投票97票 哇 最终分数781分 目前最高的 马东杰Band Machine 李承轩队长89分 刘雨昕队长92分 韩庞队长99分 一博队长95分 大师团评分277分 现场评审82票 最终734分 恭喜 所以马东杰Band Machine 现在可以去休息期休息 让我们恭喜Ziko Dickens 晋级总决赛 和请队长为他们挂上橙色毛巾 真的每一期都在给我们惊喜 然后希望能够延续到总决赛 加油 嗯 那我们希望在总决赛里面 看到你们更精彩的表现 嗯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Zikens的这一组 因为他的这一组的作品 我是完全跳不出瑕疵的 我觉得好的作品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解读方式 但是每一种解读方式 都是完整闭环的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 我觉得马东杰和Band Machine的那一组 其实就差在这儿 我少给了两分 就是在创意分上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民族民间舞的两组对决 分别是 痘痘队的昂昂周玉祥 对阵卡腾队的忠臣 Rice Ball 首先要出场的是 痘痘队的昂昂周玉祥 他们合作的是 清洁舞蹈家 广州歌剧舞剧院首席 李立凡 有请他们 加油 一句话介绍作品 秋天到了 让我们一起迎接丰收吧 你们想来的 街舞是怎么融进这个作品 民族舞 它的发力其实不会像街舞 它不会像街舞这样子 它会这样子出去 所以我们有很多 民族的一些抖尖的动作 我们会用POP去代替它 我们的发力方式更加的POP 力动其实更多的是HIPHOP 然后动作的编排是 尔本人的那种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混合的一个作品 音乐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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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甚麼 ah 好 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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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画面震撼 太棒了 好的 四位队长 大师团代表 可以开始打分了 现场的一百位评委 如果您喜欢这一支作品 请投出您手上的绿色毛巾 三 二 一 好 各位队长来机票 昂的这一组 跳得特别带劲 我所期待的新疆舞 所拥有的那种 轻快 灵活 灵巧 优美 我觉得这些元素 我通通都感受到了 我很喜欢的就是 首先是那个 他们中间有个假结尾 然后用了那个民族舞 民族本身的那个语言 用了维吾尔语 然后伊丽凡喊了一句 黑风浪 我一张座 因为其实昂昂有 啪啪的基础 周宇翔就是个啪啪 他们俩用啪啪的方式 去融合也融合得比较好 这个舞蹈的主题 构思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想把载歌载舞的这种韵味 用街舞的表达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以丰收的这个一个 一个切入点 来表达丰收的喜悦 传递喜悦 对 传递喜悦 我觉得你们跳舞的那个气氛 我很喜欢 完全能感受到那个生活当中的 不管是谁结婚的时候 或者是谁的生日的时候 这种喜悦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力 把民族舞的一个特色和街舞的一些动作 融合得非常自然 谢谢老师 谢谢 确实昂昂和周宇翔还跳 维族舞还是跳得挺好的 能感受到就是每一个 包括你丰收啊 包括你的那种那种状态 包括拿那个手骨啊 其实传递能特别能传递到 对 而且就是把那个骨是不是有 就是一展开你在中间 就像一朵花一样 对 也咱们用了HIP HOP的 HOO的元素加进去 对 我觉得 昂昂老师的每一次的作品都不一样 有故事性的 然后 然后这一次也表达了 就是一个主题欢乐 然后就是春舞蹈 也体现得很好 对 我觉得很棒 这个舞台的运用 包括这些道具的运用 从刚开始剪影 到所有后面 还有一些不同的队形设计 我觉得都是挺丰富的 但我唯一觉得有一点点 我自己感觉 我觉得街舞的元素 会少了一点点 这个是我直观的感受 如果多一点会更好 想载这次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 真的抠我的表情 真的很难抠 因为我之前跳舞就是 就是面无表情 然后那个小感觉也很僵硬 因为我是跳舞的 可能就是 会带着一点僵硬的感觉 然后就一直扣一直扣 我的表情和感觉 真的就是突破了很多 我在中间的过程中 其实我看上了几次 你的表情是稍微回到 你平时的样子的时候 昂昂老师会有一个 然后你就会提醒你 就回到了那个状态 又几次是回去的 你快回来 其实挺难的 很多都是一些小的一些动作 尖的眉毛啊 或者眼睛啊 就是那个感觉很难抓 对对 动作很小 什么感觉 眉毛啊 眼睛啊 等等 都会有啊 你是不是太远了 我我也想看看你 哈哈 哈哈 懂得到 懂得到 懂懂得到 懂得到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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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哇 真的很难 哈哈哈 呃 李玉凡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嗯 该累的时候还是累 但是我觉得就是熬的这个过程 就没那么痛苦 因为大家都有 哎呀 不快不行了的时候 昂昂就 来吧 来吧 就是啊 他那个劲儿就上来了 然后小周也是 小周他是属于 就那种特别乖 话也不多 特别可爱 大家这一帮我们 一起熬夜的小伙伴 让我感觉 确实有点像我们团聚在一起 做一些事情的这种感觉 确实是特别欢乐 嗯 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可爱 真的就像 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的兄弟 聚在一起那种 哎呀 又有欢声笑语 又有累 又有一些克服困难 那些过程就缩减在这几天 哦 这次好 我开心 真的这次好开心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好的 我们请先去台下休息 把舞台留给你们的对手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卡尔顿队忠诚 Raispo 还有他们的搭档 唐州歌剧舞剧院首席 青年舞蹈家 魏申周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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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 离乡的游子们 每当想起家乡的旋律 能否唤起我们心中最初的感动 有请 魏申周老师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他当时跳的就是朝鲜组舞 而且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帅 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帅哥街舞的设定 让我当时 喝大碗上太不困了 这一段应该也用不到吧 剪掉吧 这个 要不你们把包放一下 当自己家 别客气 我是很放心 是因为我们跟描声舞的舞者合作过 钟晨会一些描声舞 问题不大 但是对于Riceball 其实我们有怕他就是 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些传统舞蹈 对但他其实跟我想的相反 他们很愿意去学 然后也很喜欢 一般的人开闪他可能 他可能会这样开 他们会这样开 他这个民族他开的时候 实际上是 但是这些人会这样开 会这样开 他动作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更多的是一种呼吸 我觉得挑战 有很多的动作 有不同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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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音乐 他们的血液里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 听到这个他们就会这样 有不同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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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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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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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绝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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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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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保留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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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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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本周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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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微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